大家好,欢迎回来GZI Sensei Channel 此频道将会为大家介绍各式各样的昆虫及动物 本频道会在星期四之日更新一次视频 若不想错过任何视频的话 你可以按下视频底下的红色订阅按钮和打开小铃铛哦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每期所发的视频了 我突然觉得我还是认为这个事情比较好 大家说对吧 大家可以在评频里觉得我要用这个声音 还是因为之前那个声音会比较好呢 你们来选吧 甲虫呢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虽然有一部分的甲虫它是害虫 不过有些甲虫它能帮助我们人类在种植方面 使土壤更加的肥沃和松弛 尤其是粪金龟啊 独角弦它们这一类的金龟子 同时 甲虫也是我们生态系统里面超重要的一分子 没有了它们 我们的生态系统将会不平衡及受到威胁 众所周知 大部分的甲虫 无论是兜虫啊 跳颈虫啊 金龟子啊 花金龟啊 它们都具备很不错的战斗能力 所以呢 今天我们会来探讨 全世界排名前十 战斗力最强的甲虫 第十是独角仙 独角仙它也可以称之为双叉吸金龟 成虫的体长最长可以长达九厘米 也就是九十毫米 它们主要吸食素质维持 熊虫它们会为了争夺异性啊 领地啊 食物 然后它们会跟其他的甲虫 其他的熊虫打斗 然后呢 它们之所以可以被列为 前十战斗力最强的甲虫 我认为是因为它可以举起 比自身体重重850倍的东西 如果我们人类有这个 可以举起自己体重850倍的东西 相当于一个人可以单手 抬起一辆大卡车 第九 大王花丁归 大王花丁归它是所有花丁归里最大致的花丁归 它的抓力绝对不输给毛象大豆虫啊 如果不知道毛象大豆虫 抓力有对象的人可以点击右上角 右上角是我之前介绍毛象大豆虫的一个视频 它呢这个大王花丁归回来正级了 大王花丁归它和独角线一样 它会为了抢异性 强领地和抢食物和其他的熊虫打斗的 它们有粗壮的六只 所以才可以导致它们的那个抓力 非常的强 同时你不要看它的头角 那么小小的人 它们打起架来 可比独角线还凶 它们有些 在它们的脚上的一些稻刺 这些稻刺呢 非常非常的坚 非常非常的锋利 第八 海神大都虫 海神大都虫呢 也是我之前介绍过的一只 甲虫 它由于它的胸脚上的特别的毛 特别的敏感 同时也特别的长 所以可以很快速的将对手加起 很快速的反应过来 转过去 把对手加起来 同时它非常非常的巨大 它的脚上的刀刺也非常的锋利 第七 战神大都虫 战神大都虫 也是我之前介绍过的一只甲虫 它和它的名字一样 战神大都虫 战神嘛 它是甲虫界 里的一个战士 一个非常强的战士 它反应很快 巨大 但是很领摩 它虽然很大致 不过它很灵 它拥有很强的抓力 不容易被对手夹起来 是个能堂能打的金牌战士 第六 巨韬敲脚 它也被称为装扁 也被称为 巨 巨 敲 是叫巨巨敲脚 那是叫巨巨敲脚 它的大鳄非常的长 它的末端 就是最尾端 的尖刺 会有一个尖刺 它是向内弯的 而且有很多的巨尺 然后呢 它非常的粗壮 它的大鳄 起形也非常的 蛮大一下的 它的体壁非常的坚硬 大鳄的咬合力也非常强 是中国最常见的敲甲之一 它的寿命很强 体型也大 最长可达104.2毫米 它是一只枪形虫 枪形虫放达104.2毫米 其实算是非常大的 它的力气也超大的 甚至是非常大 同样的 尤其没有 连译 消毒 缓